台北市立大理高中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立大理高中 林春煌老師 接下來帶大家看看這一題 共鳴空氣柱實驗的聯考題 首先我們先大致看一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是跟氣柱共鳴實驗有關的題目 題目裡面有幾個數字比較重要 大家先了解一下 那這幾個數字是我們有特別用橘色畫起來的數字 玻璃管長大概是75公分 音差的頻率是620Hz 三個共鳴點分別是13公分 41公分跟69公分 第一個問題題目請我們畫出玻璃圓筒中空氣分子出現 玻璃與玻璃的位置並標示出它的刻度 那根據題目說在13、41、69這三個地方出現了共鳴的效果 也就是說這三個地方都是波結 再來我們把玻璃管上畫上13、41、69這三個地方 再把波形畫上去 請各位同學注意一下 這三個點是波結 那波幅會在哪裡呢? 從圖形可以看出波幅應該是在波結跟波結的中間 所以波幅應該會出現在0跟27跟55這三個地方 一二題 題目請我們依據給定的數字來算出當時的聲數 首先我們已經知道音差的頻率是620Hz 再來我們利用13跟41都是波結 那波結跟波結之間是半波長 所以41-1328公分是它的半波長 那一個波長當然就是56公分囉 所以我們再利用波數等於頻率乘以波長 620乘以0.56就可以算出波數等於347.2ms 第三個問題 如果使用某一個音差 卻一直沒辦法找到共鳴的位置 那應該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首先我們知道要發生第一個共鳴 應該是四分之一波長 要放到管子75公分裡面 所以如果四分之一個波長大於75公分 那這樣子管子就沒辦法共鳴了 所以如果波長大於300公分 這個音差就沒辦法跟它共鳴 也就是說如果音差的頻率太低 是沒辦法發生共鳴的 我們利用波數等於頻率乘以波長 把這一題的音速347.2 跟波長3公尺帶進去 可以得到如果頻率等於115.7 這樣是沒辦法共鳴的 當然如果頻率比115.7還要低 也沒辦法共鳴